老板 我今年的目标是什么 我打没打倒目标 老板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到Lindsay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 华尔街里面的同事关系 都是什么样的 因为很多小伙伴就问过Lindsay 说华尔街里面是不是 她每天都在争齐斗艳 勾心斗角 你几对我 我几对你 升职加薪 想走向人生巅峰 所以今天Lindsay就来跟大家聊一聊 华尔街里面真实的同事关系 到底是什么样 先声明以下所有观念 所有的感受 仅代表我个人 不代表对任何人 任何华尔街任何同事 和我提到的任何人的任何观念 我先摔清楚啊 没刷关注的小伙伴 赶紧刷一波关注 我们开始 好 我们先说华尔街里面 是什么样的 简单来说 我觉得它就像一个后宫一样 这小妃子刚开始进去 是个搭影 年纪轻轻 懵懂可爱 然后慢慢的一点点升级 也升成贵人 然后嫔妃 最后一会儿 然后变成皇后 其实在华尔街里头也是一样的 当进去是analyst 就是一个级别的名字 分析员 过个两三年 升成associate 然后过个两三年再往上升 开始这几年 其实都是比较规规矩矩的 只要你好好的完成任务 就是把皇上伺候好了 你都能升上去 但是再往后就很看业绩了 在投行里边呢 这个关系哈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我们理解清楚这两个特点 后面那些东西就比较好理解了 第一个特点啊 就是它里边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但是个顶个都得是好萝卜 就点像那种特种部队 然后每一个组呢 都是那么三五个人 甚至两三个人 有的甚至都是单兵作战 就是你很难看见 在其他公司里头一个大MD MD就是那种大老板哈 大MD手下是没有人的 他就一个人管他自己的那个book 就哪怕你是刚进去的 一个analyst的一个新人 你每天也都要做 好多好多的交易 就感觉每天 哇我是抽票在你手指尖流动 就哪怕有那么一个交易啊 假设买你不早就弄成卖了 给弄反了 因为它的资产组合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当天你可能都不会发现 但第二天你去 一看那个报告 嗯 我怎么突然赚了一百万 或者有的时候 那这时候你要万一是亏了 开十个你都不够开的 他就每个人的作用都很大 萝卜不再多 他希望每个坑里的都是个好萝卜 都是个聪明的萝卜 正所谓啊 山不再高 有仙则明 水不再深 有龙则明 小喽喽不再多 聪明就行 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它的人才的流动 是非常非常快的 快到超乎你的想象 就之前就有数据说 平均在华尔街里头的工作 一个岗位 差不多是两到三年 但是据我观察呢 我严重怀疑 这个数字应该是低于两年 因为投行里确实有那些 在一个投行里边 是工作很长时间的 就好像你跟马云一平均 那平均工资当然高了 对不对 这中位数 我估计啊 应该就不到两年 就之前有个同事小哥 刚过来 然后看上隔壁一个 挺漂亮的小姑娘 然后就问我说 Lindy你说 咱能不能有点表示啥呢 但是呢 又是同事 感觉又不太好 我当时就心想 哥们 你可真是多虑了 指不定过两天 人小姑娘就哪去 果然不到一个月 人小姑娘跳槽走了 真是可惜了 这么一段美好的姻缘 所以在投行里边 跳槽和送别 是一件家常便饭的事情 就三天两头 就来了一个 西装革履 穿得板板凳凳的人 就进来挨个开始握手 你都不认识 我都不知道他是谁 然后人就走了 还是有的时候 你会收到一封邮件 感激替零 他说 我在这儿告别 我十几年的生活 我非常的惋惜 但是我非常的高兴 能跟人一起工作 就署名 你发现你署的那个人 你根本就不认识 他换人换人非常快 就可能你隔壁坐一排人 过三个月你再一看 就是一排新人了 但如果是被开的话 就不会说又给你握手 又写一个信了 一般情况下 就早上被HR叫进去 或者被大老板叫进去 沟通完之后 自己拿个箱子 就直接就走了 然后甚至你所有的设备 所有的东西杂物 都得是你的同事 之后抱到一个箱子里 再给你寄回去 就我之前有不少的朋友 就经历过这种事情 大早上 大大老板 就会告诉所有的人说 我们今天可能有个重要的决定 过一会儿就有你的老板 或者是HR就把你叫进去 Lindsey It's a tough decision for all of us 这时候你不用往下听了 你就已经知道后面要讲什么了 基本上就是说 对不起我们这个业务要关了 一瞬间这一层 可能本来有好几百个人 然后90%就都没了 这层都空了 就是非常残酷 非常激烈 流动性非常至高的 这样一个环境 所以基于刚刚我们说的 这两个特点 就是每个人都得要是精兵强将 第二就是他流动性非常的快 所以在这投行里边 就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博弈 就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小舅舅 比如说老板 老板他是怎么想的 首先老板要对业务负责 我每年要保证这些业绩 所以我当然希望我手底下 都是一些精兵强将 都特别的能干 所以一旦你不行 老板就得想一想什么办法 就想把你弄走 但是如果你厉害那么一点 你是不是要跳槽 你是不是要被挖走 我还得想办法把你留住 你要是再厉害一点 我不能让你的势力超过 万一哪天你把我的自己位置顶了 怎么办 因为在投行里面 没有你想象的那种什么论资排辈 老板永远是你老板 之前我听说有一个人 这是他老板 这个人跳去了一个买方 过两年跳回来 变成他老板的老板了 你说说老板当时的心理阴影面积 都有多大 他在这里边 因为个个都是精英 所以就不是说你是我上级 你就永远是我上级 而是有一个非常微妙的 这种相互制衡的关系 然后我们站在下属底下 他是怎么想的 首先第一 我得保证我有很好的业绩 万一哪天不好 饭碗不饱怎么办 对吧 跟开人是一个家常便饭的事情 但是 万凡我这个业绩好一点 我在这待着是不是亏了 我要不要跳到哪去 所以你看大家表面上 是和和其其的 但这里边是一种 非常微妙的平衡 但凡这两方 哪一个人的视力 稍微高了一些 这个平衡就有可能 就会被打破 但是华尔街里边 人一看也都很强势 所以这个平衡 可能经常就会被打破 所以他流动性 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这块我想补充一下 我的老东家JP 我觉得他还是很聪明的 就摩根大通 他就非常鼓励 员工在内部去跳槽 第一他在内部招人便宜 第二也避免了 人才流到外部去 就JP有一个非常好的系统 就大家可以在内部找工作 同事经常就有的时候 上着班就在那刷一刷 看看有没有什么 自己能跳的东西 当然这是不能让老板看见的 就我之前边上做一个 也是中国小哥 我们俩关系还挺好的 他旁边有一个大柱子 然后老板是坐在柱子的另一侧 他是看不见老板的 所以有的时候 他就在那刷那个东西 然后我在旁边 就算是给他放风 万一老板要是 你从柱子后面绕过来 然后我就 这一枪桌子 给那个东西赶紧最小话 我们刚刚说 大家表面上都是和和气气的 那这时候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制衡里面体现的环节 就是发奖金 首先我们也知道 这个华尔街奖金是挺多的 你的奖金是怎么决定的 这上面有一个大老板组 一般是老板组会一起讨论 但是这里头起到决定作用的 就是你的老板 这么说就是你的老板 基本上就大多数情况下 决定了你的奖金 所以你就必须得 跟你的老板要搞好关系 人家朋友说 自己跟老板关系不好怎么办 我个人感觉 你要跟老板关系不好 我劝你吧 就找下家吧 我很少能看到说 你搞政治斗争能力很强 你说你能跟你老板的大老板 你们俩关系能很好 或者就是底下所有人 你能忽悠 不是忽悠吧 就你能在那儿窜逃 所有人都不喜欢你老板 然后你们一起把它给弄走 我觉得这种概率是极小的 发奖金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非常好的体现了 刚好我们说 每个人的那个心理活动 就老板他也在那里想 他要是看你不顺眼 他可能就给你一个 攻击性不高 但是侮辱性很大的 这么一个奖金 几周之前大家都传开了 说好OK 今天到2月19号 是叫communication day communication就是老板 跟你communicate communicate什么呢 奖金呗 到那天的时候 老板就挨个 把你们组的人 就叫进去 Lindy 这是你过去去年的表现 是怎么怎么样的 所以你的奖金是这个数 你明年的工资是这个数 这手肾上限速 立马就开始要捕捉信息了 你肯定是有一些反馈 老板也会观察你的反馈 如果你觉得这个数字很不好 那你肯定是要 有一些表示的对吧 要么是说 你说我今年哪不好 明年怎么改进 但是如果说 当你觉得这个数字 还不错 这时候 你的表情管理就很重要了 你不想让老板看出来 你特别高兴 因为这样老板可能会觉得 他给多了 老板也知道 你不想让他看出来你高兴 因为老板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谁还不懂你那些小心思 就好像在后宫里头 哪个小答应 想搞一点什么小花样 太后眼里都明镜似的 绝对都是明明白白的对吧 然后你拿这张小纸条 要回到座位的时候 你的表情要非常的镇定 所有的人 你在进到你座位 往那里头走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会看着你的表情 然后想去猜测 你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子 当然说到这个发奖金这块 我真的是切身体会 感觉到 也是我觉得这几年 成长的最大的一个地方 就是有什么事 你得争取 真的就是能哭的孩子 有奶吃 我觉得这个事吧 我也挺理解老板们的 假设你手底下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都挺不错的 一个呢 不争不抢不要 就感觉我给他这么 他可能也OK 挺高兴的 那另一个呢 就感觉每天都 老板 我今年的目标是什么 你万一不给他那么多 他有可能就走了的人 当然说如果这样 都同等优秀的话 老板很可能就会觉得 那我就是让你这个 乔摩生的孩子吃点亏吧 毕竟那个人不亏 他就走了 我其实挺理解老板心情 但确实就会产生这么个现象 所以在这个 实大实的奖金面前 就该哭哭该闹闹 哪怕还不错 展现出来一个 It could be better 就这种感觉 虽然说能哭的孩子有奶吃 但你想老板他也不傻 天天大家一起工作 谁干得好不好 都清清楚楚的 你活干得不好 再怎么哭再怎么闹都没有用 当然说他中间是个博弈 对吧 如果是个博弈 信息就很重要了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你刚进了皇宫 你肯定得知道 皇上的喜好是什么样 哪个妃子更得宠 你才知道 我应该往哪走 当你有通畅的信息 你知道市场上 你这价钱到底该值多少 奖金大家都发多少的时候 你才好去做这个判断 所以你看平时大家下班了 去grab drinks 下午去grab coffee 你以为就是为了喝咖啡喝酒吗 那都是为了主要是信息交换 当然在整个人员的流动和信息交换里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催化剂的角色 就是猎头 因为这个圈子是非常小的 比如说交易某个产品的 就那么几个人 那这个猎头呢 就打你们这么几个人的主意 他们的消息 真的是灵通到令人发指 之前我有朋友 他们那个部门整个被裁员了 说说说要走人 楼还没走出去呢 猎头的电话就来了 而且不止一个猎头 立马就说 我现在有什么什么职位可以推给你 当然猎头这么活跃 肯定也是因为市场里的油水很大 他假设挖了一个老板级别的人 50万年薪 他拿20% 那就是10万年薪 挖一个10万 挖一个10万 他们在里边就恨不得窜头着 你天天在里边流动 有些人问 那你说利益这么大 他们之间是不是在那勾心斗交 你争我斗 我确实看到了有那种 一个老大离职了 然后下面这两个人 要竞争那个关系嘛 几乎从来都不跟我说话的director 突然开始关心起来我了 你最近这些东西都怎么样之类的 我当时就感觉 受宠若惊 所以竞争肯定是存在的 而且很激烈 但是你说有没有那种 背地里搞手段的 使坏的 我感觉不是很多 因为你想 刚刚我们说流动性很高 圈子又很小 就即使你从这个公司离职了 你要有能力找一个工作 其实也不难 但是你如果在中间 搞一些什么东西 你信用坏了 那你在这个圈子 基本上就是彻底混不下去了 所以那圈子也不大 流动性也很强 信息的流动也很快 这信息不光是工资的信息 还有谁谁谁人的信息 都流动的很快 你就得管理好 你跟同事之间的关系 管理好你跟老板的关系 管理好你自己的活 然后你还得在下属的面前 显得你很厉害 搞好跟猎头的关系 就哪怕这家待不下去了 我也得能找到下家 八面玲珑啊 四通八达 就跟大家在后宫一样 一边保护着自己 一边想着给自己争取利益 然后一点一点往上走 当然投行里边的资源也有限 所以什么事 肯定先紧着那些赚钱的组来了 就包括后面的 所有的技术团队 营销团队 运营团队 研究团队 你在赚钱这个组里 哪怕非常新的人 你也会有一定的话语权 恶宠的那个face 他哪怕底下的一个答应 或者使唤的丫鬟 出去之后 都是这么走路的 那如果你是在一个 不赚钱的组 什么东西 你可能就都得自己弄了 说到这个博弈 归根到底 你还是在你能力范围内的 那个小框框里边 去进行博弈 因为你能力很强 你就再跳回来 就变成你老板的老板了 你就出圈的 跳到新颗框里去博弈了 所以说到底 还是得把业务干好 把活干好 活好才能得到 圣上的恩宠 对吧 哎哟 喂 你在这个赚钱的组里头 哪怕你是一个 非常非常低级的人 不是低级的人 皇上 臣妾 什么时候能生贵妃啊